山芋意麵 鹽水意麵 還有鍋燒意麵 全部都叫意麵 端上桌 大家幾乎下意識 就能辨認是哪種美食 但其實仔細看 面體大有不同 卻通通成為意麵 好危機 我其實也不知道 你也不曉得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他就叫 因為從古至今 就一直以來 就是都是叫這樣子 找不到新的名詞 一直可以期待 就都叫意麵就好 就有網友困惑提問 哪個才是意麵 有人回說意麵分為 有炸跟沒炸 有加蛋的都算意麵 經過油炸 對對對 一般的意麵 可能是鹹水意麵那一種 上意麵也是用這一種 南部早餐店 常吃的鍋燒意麵 使用油炸麵體 特性是能吸飽湯汁 不過意麵真的好多種 鹽水南投鍋燒鮮魚 差別在鹽水意麵 不加水加鴨蛋 有特殊香氣 麵體是金黃色澤 南投意麵則是用麵粉 加鹼外形細扁 當地人又稱為右面 鍋燒跟鱔魚 通常用同一種 麵條炸過成圓餅狀 更輕也更容易吸湯汁 鹽水意麵跟加的意麵不一樣 鍋燒意麵是有炸過的 然後鹽水意麵是用鹽水 做出來的有那個鴨蛋 台南在地鹽水意麵 加肉燥豆芽 製作過程有麵粉鴨蛋 不加一滴水 吃起來Q彈有宵禁 明明是不同麵體 卻都叫意麵 乾吃煮湯 不同配方口味 對食客來說 好吃最重要 三連新聞胡錫 無慧事安構成不到